好 那我的話我是幾分鐘 30分鐘 OK 好 各位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資訊管理系的老師 然後我同時也是台灣醫療像資訊標準協會的秘書長 那我就是今天就是說搭配整個議程的部分 自己開源的就是在醫療資訊系統裡面結合開放標準 所以我們開 我們open 的部分會有open source 跟open standard 所以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說我們怎麼樣使用 代康跟IA區的開放標準 在做一些很像AI模型整合自派施的一些概念 那一些一些技術型的demo跟展示都在今天都展示完畢了 那一個概念是說我們為什麼需要做標準化 因為現在做AI的時候呢 大家都覺得做AI很厲害嘛 事實上AI大部分的工作 有統計大概在60%的時間都在做 所謂的資料清洗的部分 那資料清洗的部分 它不是特別特別是在醫學類的研究 他們收到醫院的營料都很髒的 所以大概花非常多的時間 幾乎全球都一樣了 所以我們做標準化主要的是說 在研究方面是減少資料清洗的成本 那這樣有些資料收集之後 我們有高品質的這些病例的資料 那在對於研究上面的部分 就是它才會是比較有用的 好那一個概念是說所謂的metadata這樣子 就是說一般大家在做AI training嘛 它並不是像一般的圖片一樣 就是抓狗抓貓對不對 抓狗抓貓抓老鼠嘛 它在醫學下面它有非常深的一些 它的資訊在裡面 所以在這個我們在標準的部分 特別講究所謂的metadata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講所謂的標記 就會包含的除了一般影像之外 還有這些標記的這些metadata 那標記的部分 也就是在DICOM的這個標準裡面 它已經有已經一系列 比較很非常完整的標記跟註解嘛 那只是說在這個DICOM對於大家 比如說特別是通常常見在台灣說 如果你是研究生 你們老師說你們去跑一下 那個醫療影像嘛 就跑出來之後 就也不曉得在幹嘛 第一件事就遇到DICOM嘛 那DICOM是什麼 DICOM是一個國際標準 它是包含了怎麼樣去解析這個格式 怎麼樣做一些傳輸 那所以在做研究的時候 通常會用到我怎麼去解析它 可是當你實際使用的時候 你跟醫院資料去接接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我怎麼樣去使用它 去做傳輸 那一個DICOM影像的格式 會包含非常多種 並不是只有一張影像而已 一個X光裡面或是這種醫學影像 它會包含了非常多的一個概念 所以DICOM主要是在記錄這些相關的資訊 包含了它的側性 然後有說它到了Pixel 一個像素有多少個點等等之類 它病例號啊 相關的資訊都會在這個裡面 只是你看不到 它終於都放到MetaData裡面去 那DICOM最早的 比較古早的標準 它有一個所謂的Presentation State 這個標準 它涵蓋了基本的圖形 可是就是像這一些的 所以你們通常會解到這一步的時候 當所產生的AI標記的時候 就會開始要求 我們要跟其他的系統去整合 它就要去解讀怎麼樣去使用DICOM 去把它導入現在的PASS系統 那為什麼要標記呢 就是說就想講 因為醫學類的它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說他們有報告跟影響 那對於這個醫生的標記來說 最重要叫做病照管理 那病照管理來說 可能對不同的醫生 臨床醫師 腫瘤醫生 上次科醫師 他們的要求都不一樣 那現在在做 醫學影像AI的部分 都開始有很多的所謂量測標記工具 那有很多的公司他們自己做 他們第一步先做Viver 對不對 所以做完Viver之後 來開始做自己一套系統 開始作為標記之後把它弄完了 結果發現 然後我們要跟醫院開始去整合了 我們要落地實證了 就發現 他們之前做的 好像跟醫院的現況都不一樣 所以AI的標記並不是說 我們採用的是國際標準 我們講的國際標準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JSON跟SML而已 有切畫面嗎 沒有畫面 有了 欸 又跑掉了 那要用選擇 整個視頻 有啊 有啊 等一下 有些技術問題 我們克服一下 好 所以我們講到的AI的標記 我們講所謂的標準 open standard 它並不是只有單純JSON跟SML 而是我們在JSON跟SML的框架底下 在之上我們再定義一個標準 那常見的是說我們對標記的認知 像腫瘤 科影像跟放射科影像 他們對 view的品質跟標記的 的那個深度會不一樣 腫瘤就會想要 科醫師就會想要知道說 我這個有沒有 每年的變化都幾公分啊 有沒有侵犯到什麼 什麼組織什麼之類的 那放射科影像就是 他看到這影像的內容是什麼 那臨床醫師還是什麼 他只要看到 你告訴我有沒有病就好了嘛 所以不同的科試 不同的科試影像 他們的解讀會不同 那怎麼樣用這種方式 去達到這幾個科試的醫生 他們能夠互通 那就需要用到所謂的標 標準的傳輸方式 因為在不同的系統裡面做起來 大家都比較輕鬆 那標記的做法會是說 像有一些比如說我們 DICON的標準常用像是一些 如果你是AI 你是用所謂的物件偵測 像一些YOLO做出來的結果之後 我怎麼樣有個框框 把它放到異選項裡面去嘛 還有就是說用產生AI的分類 去告訴他是什麼病 用所謂的結構化報告 那去標記說 這個腫瘤位置在哪邊 明確標記起來 就是用所謂的Segmentation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應用 所以我們在講標記這件事情 它其實並不是那麼單純 它並不是像說 我今天去抓一個影片裡面 是什麼車子 它是包含了所謂的標記 還有文字 annotation 還有就是說它的結構化報告 做出來之後的一個整體的一個特性 我們就稱為是 這個醫學影像的標記 那基於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影像標記 它在各種不同的view 會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layout跟呈現 所以標記的範圍 的種類就會非常的多 那每個AI的應用 它最產生的標記的種類都會不同 那怎麼樣能夠把這些所有的viewer 所有的標記能夠在同一套系統上去呈現 這就是要歸功 就是說在 就是要依賴標準化的架構底下 那這樣子才能夠達到 意識性系統的互通 那講到那個結構化報告 結構化報告的部分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講的結構化報告 可能大家想的都不一樣 但是醫學影像的結構化報告就是說 一個影像它會包含一個影像本身 可是影像本身 它只是一張圖片而已 它必須要有一個去 文字去描述它 所以我們一張X光影像的報告來說 它就必須什麼 比如說 判讀醫生是誰 它的病史 然後它的影像發現 還有所謂的 impression finding跟impression 還有就是所謂它的診斷代碼 比如說診斷代碼 它是所謂的肺積水 還是肺炎 Nemonia 它可能每個東西 它就要對應到一些不同的國際代碼 那這樣子做出來之後 對一個 影像的標記 我們才可以說 它是一個所謂的優質的影像標記 因為它包含了各種不同 Metadata 包含了影像病罩的位置 以及整個病像 對於病 專業專科的醫師 它在這個病理上面的 標記上的一個陳述 所以我們 在做結構化報告的時候 其實把它想的很簡單 不要把它想太難 就是有學過物件導向有沒有 我們用物件導向思維去想它 那這樣子 這就是整個代碼的精神所在 也就是說我們用 把這樣的概念 我們拆成是物件導向的概念去做 那這樣在解析這些結構的時候 相對來說就可以 比較輕鬆 所以以一個腫瘤的 如常腫瘤的呈現方式來說 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好幾塊 一個是叫做 Legion Type Shape Margin 跟Density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再拆解出來 就是說 這個影像裡面 它有一個annotation 這個annotation也有一些observation observation就是指這些 它是不是不規則的 還是什麼有沒有擴大 或是什麼這些 那每個注記裡面都會有一個對應的國際代碼 這樣做一個整個在標記上的一個呈現 那像是 這次會衍生到所謂的標記的本體 Ontology 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它拆解成物件導向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 Tumor characteristic has Image observation 跟Tumor measurement 所以就會把這樣的概念 把每一個都想成是一個class 每個想成class之後 每個class之間就會形成了一個關聯 那這個關聯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程式的方式去解析它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解析 這樣的一個的內容 其實就是Dicom的一個本質的一個最精髓的部分 那並不是 很多人拿到影像之後 Dicom tag Dicom標記 就一堆tag去讀嘛 可是你要知道說 它的那些本質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想它 那麼它對於寫程式的人來說 就相對來說會變得比較容易 那所以 或是換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做AI的人 我要做醫學影像 它不是把 原本抓汽車對不對 抓狗抓貓 抓老鼠 換成是抓胸部時光而已啊 那這有什麼難的 最大不同在於Dicom的開發者 就是我們使用的是工具跟API 就是做那種東西 然後它的學習學圈非常的長 它是二經維的 所以如果在醫院的人 當你聽到說 你要去做PASS的業務的時候 四個裡面有九個淘德淘散的散這樣子 因為它的它需要非常多的時間 它的學習學圈不一樣 可是AI的開發者 現在的工具的相關的資源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可以短時間內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成果出來 可是當他去接觸醫學影像的時候 他要去學習很多的專業的domain knowledge 所以他在這個概念的部分 所以相對來說 的最大的差異在哪邊 就是在本質上的不同 所以AI的開發者他可能只需要 給我一個Jason 我們的標準定好 給我JPEG我就可以跑了 可是在做醫學影像的時候 他就要去知道整個作業流程 整個醫療的domain 然後我怎麼樣去知道整個 整個病例的結構是什麼 就是說 以這個來說 那就很困難嘛 所以 我們在DICOM協會 就想辦法去 縮短這個gap 就是AI的開發者 跟這種 醫療領域的開發者 我們只要提供一個良好的工具 讓這個AI的開發者 用他們的專業 去能夠很快速的 進到這個 這個醫療資訊領域上 去做一些AI的研究 所以我們就定出就是說 有一種DICOM的結構要報告 轉Jason 然後怎麼樣去轉換之後 可以這方式讓AI的專家 他們去做會比較容易 你們去讀DICOM的資料 很痛苦 可是你們讀Jason 你們搞懂他的schema 的結構 基本上你們相對來說 會比較容易 所以原本一個很複雜的架構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是 用這種Jason的方式呈現 就像 前一個江澤講的 就是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 Jason的方式的時候 他的一些影像的這些特徵 一些標記值 我們都可以去用這種Jason方式去解讀 這樣很容易就可以回到 Python 就可以用這種影像處理的方式去處理了 好 那相同的概念也是 運到數位病影像 就是說現在數位病影像 就有點類似像20年前的放射科的概念一樣 有7家 因為有大概9家 病影像掃描商 每個都用自己的系統 所以用起來就會非常的混亂 所以我們用了DICOM標準之後呢 就是說大家都是全部都採一致的格式的時候 在傳輸顯示上面 都會有一致的效果 像左邊這邊就會說 這個是盤點各家不同的廠商 他們做出來的格式都不一樣 所以經過了DICOM協會的這個標準制定之後呢 我們把制定的病理影像的標準 跟醫學影像一樣 他這樣就可以去做所謂的互通 那互通為什麼要互通呢 就是 就是我碰過非常多的 就是台灣的做AI的人 他們每一次碰到我 大部分人都會說 我做Vivo也做 PES也做 AI也做 那我做出來的第一個說 我就要幹掉那個 在醫院那個 已經有的系統 所以 他們在 有一這樣的一個概念是說 我就是做我要取代原本 可是現實是殘酷的 因為 那個一個廠商的 投入他要花時間 他沒有辦法在 這麼短的時間內 或是 他去變成是一個病理影像 或是醫學影像的 所有領域的超級專家 因為我們的醫學影像的領域 就像是一個電子業一樣 我們走標準 上下游垂直整合 有的用做半導體的 有的做什麼 有的做組裝 有的做測試 對不對 有人做整合什麼這些的 那所以在 在醫療營業的概念也是一樣 沒有一個公司 他可以做到全部的東西 那既然沒有做到全部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要用標準的方式把它做好呢 那如果大家在上下游垂直整合鏈裡面 大家去做好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相對來說 大家做自己的生意嘛 所以我們就接近了PASS的經驗 那現在 像那個病理像就是所謂的 plug and play 你們常常講到什麼 隨插即用 對不對 那現在就會是plug and play 插上去就拜託他不要不通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這樣的整個一個開放 open standard open source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plug and play 就是你的東西做完了 慢慢去測試 簡單的插一下 就是隨插即用 那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在影像的部分就看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兩個不同view去做的顯示 他們是相同的影像 那不是螢幕的問題 單純就是說 他在套用 有沒有套用所謂的ICC profile的射碼 情況底下 那這種情況下在做AI就有差了 醫生看也有差 可是廠商在做的時候 醫院在做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這是他的問題 這影像有什麼問題什麼之類的 可是事實上他要去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所謂的呈現 達到所謂的影像顯示一致性 好 那AI的就是 引用到底叫AI互操作性 就是說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互外操作性 有一個叫做 其實概念說我們一個fail法 法則 這是目前大家最紅的 就是要做 那所謂的影像 互動性主要在講 就是隨他即用的概念 那常常有個笑話 我最喜歡用梗圖了對不對 每次說AI關鍵是什麼 AI專家說 找AI專家訓練模型 我每次講呆看我就被轟出去這樣子 對 所以怎麼樣 怎麼樣做到互通性呢 就是說我們要 一個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著重在所謂的standard 所以我們去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所謂的開放標準的一個攝取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fail的概念 整個串接起來 讓後續的一些整合上 讓大家都比較輕鬆 那其實 其實還是困難 只是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就是還是一樣 就是碰到 我每天常常都碰到這個問題 AI都說 你給我圖就好了 你知道我要JPEG 對不對 我還是被轟出去 不是 我給你DICOM夠 他們AI模型的專家說 你給我轉DICOM就好了 可是DICOM轉JPEG 這過程都幾個 會有一些各個不同的一些 Mega在裡面 所以做AI人他們都不care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你怎麼敢說他們的東西是 真的能夠達到所謂的FDA等級的軟體缺效呢 好 好 就是說那回到一個概念 這個圖 接下來應該都是梗圖吧 對 好 一個專家說 他說 我們現在有14個國際標準 太誇張了 怎麼會有14個國際標準 我們應該創造一個統一的標準 於是第15個標準就出來了 這是各地都會發生的情況 特別是在醫療的這個現象 好 所以電子病控制會像這樣子 我們那個插座不是一堆嗎 對不對 你們不是很煩嗎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怎麼樣 把它統一嘛 那 影像比較好啊 因為DICOM用了二、三十年了 對不對 基本上大概它很難換掉了 不過你們基本上在做一些整合的時候 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所以政治世界也是一樣啊 真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AI公司找我啊 說太好了 我們開好了 我們要賺錢啦 結果看到 實證了 看到DICOM之後就連就綠了這樣 對啊 對啊 然後 我們在討論DICOM的時候 它也是像一隻 一隻什麼 猴子一樣在那邊 對不曉得幹嘛這樣子 所以這是實際的現況 所以 碰到它我們這樣 我們要解決它 解決它怎麼樣 善用工具嘛 工具是什麼 open stand up open source 對不對 那常常碰到 這也是常見的啊 有時候工 工程師做辦事啊 我自己什麼設計 又要弄半天啊 我說你需要幫忙嗎 不不不我們自己來 通常這樣子的 的結果會讓他們研發的成本 會非常的大 所以基於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想到 我們有工具可以用啊 就是有IH 有兩個 一個叫做AIW AI Workflow for Image 另外一個是AIR 就是它兩個在介紹說 我怎麼樣把現在的東西做出來 變成是一個標準 然後把它可以整合到現有的 醫師工作場域裡面去 所以我們像是Bluet 或是Record 我們就一群這樣的概念去做 讓大家在做的時候 會相對會比較容易 那PASS導入系統 就會說 就定義出來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只要讀懂這兩份文件 那把AI定義的基本單元 還有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互通 它的系統的一些整合 透過Dicom Web Dicom的一些 Query Retriever 還有就是影像標記的整合 能夠讓它這個系統會更有效的整合 所以就會是說我們有兩個 一個是AI結果跟影像顯示的搭配 然後再互通 不同的系統之間的互通 再來是透過連測的方式去 跟別的系統去測 測完之後呢 就可以宣稱說 這個叫做AI Ready 這是什麼? Plug and Play 隨它即用 隨它即用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 公司它就可以拿到的產品 到醫院裡面去賣 然後賣出來之後 它就會說 可能我們 也許在整合的上也會比較輕鬆 那產生的AI標記 也可以在別的系統上去做一個呈現 就會達到AI公司PASS廠商 還有使用者三銀的一個狀況 那概念就來自所謂的影像檢查流程 你們去醫院有看過那個做檢查嘛 就是醫生 就是門診掛號 所以說你要去照S光嘛 所以開一個影像檢查單 影像檢查單之後呢 他就排層去做影像嘛 對不對 就是進到一個S光嘛 然後就阿伯趕去拍完之後 把影像上傳嘛對不對 上傳完之後呢 醫生就要開始怎麼樣 打報告 打報告完之後 把報告存到報告系統 讓門診醫師說 一個禮拜來看報告嘛 就是daily practice嘛 那AI幹什麼 就是說 我們把AI像成是一個檢查單一樣 一樣 掛號 檢查 AI檢查單 影像做完了 我開AI檢查單 把AI的資訊輸進去 然後開始做AI軟體 分析完 把AI的結果存到PASS裡面去 透過標準化的整合 讓報告醫生 診斷醫師 他們可以看到他的影像 跟標記的整合 最後他可以讓 臨床醫師去做診斷報告 所以其實整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把這樣的東西 融入到 臨床作業流程 那這樣子的話 在AI開發上 他其實會用最小的力氣 去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的AI公司他們就 說我想要我全要 我全要 對不對 那可是沒有 沒有辦法 現實生活就是 就是現實的生活 所以 他必須要妥協 因為醫院不太可能 取代他現在的 既有的系統 所以我們透過IH 這樣的一個概念 去做整合 這也是全世界的一個主流趨勢 那就會分成兩個 一個是AI的 AIW 然後一個叫做AIR AIR是什麼 顯示的結果的規格 AIW是 就是我怎麼樣跟既有的作業流程 去做整 做整合 我覺得半個小時好像太短了 我剩四分鐘而已 就講 講快一點 所以這是一些作業的流程 你們可以 有興趣可以繼續看 當你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就看這個標準就好了 那簡單來說 就是影像的AI的產品 它跟配置整合 就是AI的模型產生了 它產生了標記 然後它就送到PASS Server 就是一個配置儲存 那配置儲存之後 在影像顯示系統裡面 去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我們搭配下午的嘗試 就會是 這是RECON 這是補欄 然後這個是所謂的 AI公司做的東西 三方互相整合 用相同的標準 相同的作為流程 去呈現出來 就可以達到三影的局面 那這是一個比較細部的流程 這可能沒時間就跳過了 好 最後來講到 要怎麼樣去驗證你是對的 來 就是我們這邊其實推了好幾年的時間 像那個小老師 他從他 我認識他開始 他就一直在推動這個 資訊標準這件事情 那到我們近幾年來講 我們整個架構才開始 逐步完完備 我們要去整合各個 各方的力量 有做醫院的人 投資廠商 政府單位我們去做整個整合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們去訂定我們台灣的標準 還有引用國際標準去整合 那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的角色其實就是說 標準給別人訂 規格使用情境由各界來討論出來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就去把這些東西變成是open source 標準出來讓大家能用 然後再把這些各個不同的東西 推到我們的聯側松 然後讓大家來看看 你做的東西是不是符合這個國際標準 是不是能夠其他的資訊系統去做互通 那聯側松的概念就是說 這什麼現在什麼都要松 對不對 不斷電鬆對不對 然後那個就是說 再幾天十年 通常是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台灣人比較少 通常今年訂四天嘛 然後會產品測試 所以你到現場去的時候 就是 你的競爭對頭的工程師 就坐在你的旁邊 然後你們就不會吵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要一起互相測試 你們產品是不是互通的 所以就會讓這個廠商之間的工程師 就會是互相討論 我做的東西是不是對的嘛 那你在公司做的時候 在醫院做的時候 沒有人問啊 對不對 說問聯老師 距離太遠不敢問對不對 或是說問那個專家 專家 專家太忙 沒空不理你嘛對不對 好 問老闆 老闆說什麼 你自己想辦法嘛對不對 所以 工程師那天聚集過來 然後我們開始去測試 然後我們會邀請了督察員 就是台灣這領域的專家 然後我們會去測試 他到現場會幫你看 你哪裡有問題 也許可能你就是 經過這幾次問 原來我卡那麼久的問題 被這樣一點就通了嘛 那我們會用一些這種 比較嚴謹的方式去測試 你的產品 是不是真的符合國際標準 所以Connection的概念就是 這是什麼 Connectivity加Test Monsoon 就是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反正不管怎麼樣 你這幾天就是 要把它測通就對了 那我們在今年的部分 會有影像跟病理的 一個check 就是測試三個情境 第一個 標記跟影像的互通 報告系統跟影像的整合 還有影像檢查流程 我們定義出這麼多的規範 那就是在適合產品裡面 你們在既有的標準框架底下 你們去做所謂的 整合性的測試 確保你的產品是符合國際標準的 那就會是 今年是10月3號到6號 在國泰金融會議中心 這個是由我們協會 跟國泰一起合辦的 那就秀一下 招生一下 那個 對我們是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對啊 我們不是 就講過了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護理系 我們沒有做護理資訊 我們是資管系 會寫程式 然後女生也會寫程式 對 所以不要誤會 那這些產品的貢獻 全部都是我們這邊 所貢獻出來 還有搭配搭配一些協會的慈禧大學 還有相關的一些 大家一起血信協力 一起把這個整個開放 開放標準開源社群的整個架構給建立出來 好 那我們有攤位 我們有社群 就後來就要秀一下我的slogan We are open source.com IH and FIRE compatible 那有興趣 就歡迎隨時加入我們 不一定要來念北戶念教授 不一定要來北戶念書 但是可以加入我們的社群 大家一起對台灣的醫療資訊標準的 open source一起共同努力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我也是時間管理大師 所以剛剛好這樣子 所以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 就是所謂的攤位 然後這部分都可以找到我們 我們的學生 還有我們的協會的人 還有我們的 這些志工 都很樂意為大家服務 OK 那在五分鐘的時間 對 可以換場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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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